俊俊 卢嘉俊 这边是女生吧 对 哦 约会什么 哈喽 在忙吗 哦 我在办公 哦 林依 他之前讲的就是林依 哦 对 他们俩都是上海人 对 他说他是典型的上海姑娘什么的 晚上有空吗 你吃个饭 行啊 新年第一个饭 好的 吃一饭 我到时候再告诉你 好吧 好 待会儿晚上再给你家吃吧 拜拜 我对林依 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你们喜欢吃甜食吗 我先举个什么 加一 我们很有很多的共同点 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下他 他其实昨天就已经通过我们的曲面了 我感觉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恭喜他晋级成1v1的面试 我比较务实一点 我比较务实一点 务实的人 做事情也是这样 包括我的工作也是 今天约会姐姐在他身上 我感觉到了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我记得一个话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蛮道理的 不要把人生的内容 当成人生的痛苦 这句话很好 我一下子觉得很有意味 对 他是一个很成熟的男人 让我感受到的就是 成熟男性的理性 和年下弟弟的直球 但是老马对我来说 还是会再一次心动的感觉 帮着一些有点 露铁啊 又开始了吗 为什么 那男生发泄针就是健身 是吗 我很难解释现在 我现在说的不是非常苍的 啥呀 这个重量 他 他 她想把JJ这么举起来 要发泄出来 我想过去看看她怎么解释 就是如果有女生看她健身会更发力 对不对 应该是会吧 你给你来特写 你拍视频我拍照片吧 我的天哪 色龙爆棚啊 明天的文艾有了 明天的朋友选 真的 我的文艾是到底选谁 凯文来凯文来 我还按我 你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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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壮丫了 她没输完我都了 可以凯文 每个人都可以 她带着茶过来的 手指练过得好 一看动作都很标准 无声和教练 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我觉得小马是最有心机的 因为她特意穿了这种黑背心来练 不是 你看她还在这边 就这么大的光 自带光 备职也是学的 老马 老马 明天出去吗 明天出去吗 明天什么 明天出去吗 这样不舒服 我们俩吗 请你吃饭 可以啊 那就算答应了 好 结束战斗 音音很大方 因为昨天的时候 可能相处下来 她就是挑起头 说话次数会最多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如果有个人带着我的话 我会很舒服 希望可以发现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 就是兴趣爱好啊 或者相同点什么 能够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 我有点差异 她突然就在那个场合 就突然发现邀约 所以我对她的勇敢 感到非常佩服 自己心里面 其实上是 首先是 我就很开心 就说明我是对她有信力的 我觉得就是 我去参加约会的同时 我希望 临义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后 她能知道 她也有竞争对手 如果她对我有好感的话 有点可爱 你明天干吗 没有说吗 那我明天会回三亚冲浪 因为上次你说 你没有玩过Wixxer 你想不想一起去 好啊 明天一起去好不好 好啊 好 太好了 出学成功了 太难了 太放不开你的爱 在唱歌 她们说寂寞了吧 她们没懂 人家在情歌对唱 没有 你怎么能 想你说是烂味还是悲哀 你连我的门都敲不开 何况是我的心门 太可爱了 门不开 我们也是 这边有点偶像句 对这边像偶像句 这是你喜欢的吧 对 刚刚姐姐是不是走过去 刚刚姐姐走过去吗 你要吓他吗 你还吓他吗 她不光走过去 拍着 我觉得有这个举动 她如果是扩大化的话 就不好了 但是如果只是小小的一个举动 我可能还会挺开心的 你会去哄吗 我哄啊 啊 女人真好呗 你好带入 你都开始抓自己的发尾了 好带入 好带入 我都想好怎么哄了 怎么哄 怎么哄 我是小马 我现在我生气 你健身很好看 你在跟谁讲话 跟我还是跟JJ JJ是谁 我不记得是谁 今天才跟人家出去吃饭 现在又不认识人家是谁 但是跟你吃饭 还是更开心一点 你爸爸 真会这样哄人啊 好笑啊 小马的吃醋 它好的地方是 它没有持续进行 就它没有持续闹情绪 这个是很棒的 就我们有一个通俗的话说 你吃醋是为了让对方吃甜 就是你通过吃醋 让对方说 他爱我 他很在意我 对方心里美滋滋的 如果你吃醋的效果 是让对方吃苦 你这个就一定是不好的 这个总结太到位了 会吃醋的人 会把关系做加法 所以适当的吃醋 对爱情关系会很有好处 你这个笑容 一定是出去了呗 你猜她跟谁出去了 我猜她跟 大梦或者音音出去了 对啊 哪一个嘛 音音 对 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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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心情如何 去呗 谁把意面放到冰箱里面 这么搞笑 那我们煮一个 意面配什么汁 这边有什么 但是小马出去的时候 她说了 马 你可以 来 上板 还好 抓住板 OK吗 Ready 不错 站走 看左边 左看 蹲坐 别站起来 手臂倒直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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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肢股不要往后坐 蹲住 棒 不要了 别拉 别拉 好 坐掉后面的指头 后面的指头 放开 后面对 掌握得也很快吧 这算 因为很信任她 我感觉 我踩住地盆膝盖 站起来 我踩住地盆膝盖 站起来 别拉 有好一点的 好很多 好很多 我肯定是 我自己去做这个运动 你看到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我也想更多地了解他 太浪漫了 可爱 有分身的了解 我会了解到他平常生活的一种状态 约会前的话 我对他的感觉应该大概在50% 通过这天约会之后 已经上升到七八十了 有些人我会看一眼我就会想说 我跟他可能会有故事 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是好 或者是坏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就 会不止朋友这么简单 有你前面那只手 来牵我的手 这真的是教学内容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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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与海浪的送送考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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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会了 不行 我得让他加速加快一点来牵到我的手 快来牵人家的手 来 这一次要牵到我的手 好 好 加油 我哥都是演员的话 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吧 工作嘛 真的不吃吗 不会 你会看吗 会看还会讨论 讨论 我们就是做功课的时候 会互相帮对方来对戏 来看怎么去更好这样 真的吗 那时候在帮他对的时候 心里会不会动过一点小心思 就是稍微控制一下火候 他俩对戏的时候 为什么要控制火候啊 他俩牵伏击啊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万一对完了 要按这个演的话 就是一点私心都不会有 不会 因为会从剧本去出发吧 反正我们会是这样 就是做演员应该都会明白理解 就能明白也能理解 不高兴 质疑理解不接受 我觉得你也很清楚他吃醋了 对 我觉得有这个举动 他如果是扩大化的话 就不好了 但是如果只是小小一个举动 我可能还会挺开心的 你会去哄吗 我哄啊 你真好呗 你好带入 你都开始抓自己的发尾了 我都想好怎么哄了 怎么哄 怎么哄 我是小马 我现在我身去 对啊 你健身好好看 你在跟谁讲话 跟我还是跟JJ啊 JJ JJ JJ是谁啊 我不记得是谁 今天才跟人家出去吃饭 现在又不认识人家是谁 但是跟你吃饭 还是更开心一点啊 你也等着瞧 昨天 我还不认识人家 我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